哈喽大家好我是金老鞋 要说这娱乐圈 不火就是原罪 只要你没人气的时候 你什么火都得结 就比如最近大火的肖战吧 如果不是多年纪念中得回报 在神经理播出后才广于人知 曾经想到他当年拍了多少杀雕剧呢 还有就是白景廷这个多逼小伙子 谁能知道他当年 因此曾经顶到锅盖头 被导演安排强行申请呢 除了这俩人呢 最惨的还是要数猪一龙龙哥 你都不知道他当年为了生活 拍过多少蓝屏 所以呢没错 今天老鞋给他带的 就是集商业联姻继承遗产 家族是臭剖析狗血 兄弟相争为一体的 套路大杂烩电视剧《欲解归来》 真的咱就听这个剧的名字 一股子村头奔地的水泥味儿就扑面而来 话说我们的女主春姐 是个跨国公司的千金 作为一个巴拉重财的女儿 她呢好比外被父亲逼迫去了联姻 别看她穿得更金似的 其实呢智商只有0.5 春姐在酒店看了插玻璃的 立刻花钱买偷人家 从50人高楼往下跳 我寻思啊 我就是拿盐水喷草绿虫 他也知道躲一下 你在智商还不如草绿虫呢 于此同时呢 我们的男主龙哥 作为巴拉总裁的二公子 毫不意外 也被父亲强迫去联姻 他看到女儿莫名姐子高气扬 就没有搭理她 所以他走到酒店门口 就被春姐下了降头 从天而降砸了头 春姐呢就在她怀里拼命蠕动 恰巧呢就被女朋友莫名姐看到 她表示很生气 回到家之后呢 莫名姐临悸动 觉得龙哥居然看不上我 我要以嫁给她的方式报复她 对 以你的智商 你嫁给人家这人灭族啊 可以说我就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 另一边呢 春姐也无家可归 于是呢 又打车来到了龙哥的小区 还顺便偷了她的快递当打车费 不仅如此 他呢通过一顿忽悠 就莫名其妙成了龙哥的保姆 在家里吃喝拉撒一条龙 等龙哥回来之后 立马把人当小偷 打到鼻血横飞 在家门口呢 龙哥也被春姐打到下体瘫痪 为了防止龙哥报警 春姐那就绑架了人家 唉 国产局的事 能算违法吗 到期也打人绑架抢劫 观众看来都哄笑了起来 那你组织之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只有这样 龙哥虽然被殴打到几乎瘫痪 但是他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他与春姐签下了 价值一百万的祖母协议 如果龙哥不让春姐在这当保姆 就得赔上一百万 看到这里 如果你以为 编剧脑子有病 那你就错了 因为春姐作为保姆 特下大半哪刻不像个保姆 而龙哥的上一个保姆 是这个大半 对比一下就发现龙哥 还是挺会给自己捞福利的嘛 然而万万没想到 这边春姐一出门 就遇到了炫富的莫名姐 他一气之下 就刷了龙哥十万块买东西 龙哥一听下自己硬做痛 于是就拿出了心理医生的手法 把春姐给催眠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春姐曾经有个男朋友游哥 他突然不告而别 至于这个游哥 在那几年前 就已经开始学习了名学 给他感受一下 他因为贫穷 所以被女主的父亲 花钱买单赶走了 当然同样的事情 也在男主的各个龙大哥这里发生 龙大哥以司机的身份 跟一个贫古少女相爱了 少女知道他的真身份 表示他很生气 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司机 谁知道你竟然是个土豪 他让我失望了 于是就跟他分了手 真的 贱人就是矫情 别说他另一半是土豪 就是有另一半 我们都已经很满足了好不好 而且我们都会开车 那编剧觉得不行 于是叫龙大哥的父亲 花一百万让他离开 贱人一看 人是在侮辱我 看到这也老些表示 像我这种有骨气 心里又强大的男子 我觉得你可以侮辱我一百次 于此同时 龙哥在陈蜜月当心理医生 给他感受一下他的日常 撇开我们龙哥 萨马特五元实战的西装 他这个家族客不得了 做生意从来不靠实力 别人奋斗一生 成了一个企业 男主他跌大靠下半身 成立了世界五百强 想进军房地产 就让龙大哥跟女主委家去联姻 酷长缺险了 就让龙哥跟女儿去联姻 要不是男主他爸年纪大了 保不定以后能成为世界首富 然而我本来买卖 终究不长久 女主他老爸突然告诉他 其实我不是你爸 我是你舅舅 当初你父母是被男主委家害死的 所以我花了二十年时间 一定要收购他们家的企业 然后包袱他们 让他爸一看 兄弟不好意思 你误会了 害死女主全家的 其实另有亲人了 你看你大老远白跑了一趟 我公司就送你吧 女主他老爸又是他救一听 哎呦是误会啊 别客气别客气 我不要了 于是呢 这一场长了二十年的家族矛盾 就这样花姐了 看到这里啊 我觉得 别说是商战 就是去买菜砍价 都比你们要刺激一点吧 春节的前男友游哥自然也很不满 作为参与商战的大将 他呢绑架了春节 至于需求还没有想 就是单纯的想绑架 龙哥与女朋友莫名姐就都敢来救人 结果龙哥被一顿暴打 毫不意外他失忆了 还把莫名姐系成了女朋友 还没等莫名姐高兴起来 他就医院一查 哎毫不意外 果然得了白血病 莫名姐一看 完了上当了 于是呢 在这部剧的最后 龙哥成功找过了回忆 女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而莫名姐呢 则莫名啊领了盒饭 一面到这里啊 也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剧 不用我多说 看完的都说上当了 只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内心就都无法平静 好的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蒋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